哈囉 大家好 不知道大家的捉鬼任務進行的如何了呢 今天又要來跟你們分享有新的點囉 就是在市中心的地方 首先第一個地方是這裡 披薩店 在披薩店這邊有一個阿飄 他正要過馬路 現在我準備要偷偷的跟隨他 抓到囉 拿到了12個幽靈地 然後再來就是這裡 有很多星星地板這裡 這裡也會出現阿飄 還有就是電話亭的前面這裡 也有阿飄喔 他可能要打電話吧 哈哈哈 不要亂跑 我帶你回家 快點 我要抽獎 好 這樣子也拿到幽靈幣囉 再來就是這條河流的旁邊 走到這裡也有阿飄會出現 他應該是打算要釣魚吧 哈哈哈 好啦 抓到囉 還有這裡 在飯店的前面這裡 他應該是要跟他女朋友約會吧 不好意思喔 你沒有辦法跟你女朋友約會喔 來啦 跟我回家吧 哈哈哈 好啦 這樣也拿到幽靈幣囉 還有就是住宅區也有喔 現在我就看到一個阿飄 他正在飄 我現在在偷偷的跟隨他 抓到囉 他應該是想要下去游泳吧 哈哈哈 還有再來跟你分享錄影場這裡 也有一些很好玩的地方 也有阿飄會出現 像現在這裡就是鬼屋啦 鬼屋竟然飄出了一隻阿飄 這隻阿飄很皮耶 蠻難瞄準的 喔 又沒有抓到 他好像想要回家耶 卡在那個鬼屋前面 哈哈哈 結果就被抓到啦 還有這裡啊 烤肉區這裡也有阿飄喔 這隻阿飄應該是要露營吧 哈哈哈 來 我帶你回家 我帶你去露營 不要跟我玩躲貓貓了啦 很皮耶 抓到你了齁 耶 可以抽獎囉 好了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囉 就是簡單跟你們分享 市中心跟住宅區的抓鬼地方在哪裡 那你們知道了嗎 喜歡請按讚訂閱囉 下次見 掰掰